土料 尼豐片 麗邦 叮叮当 叮叮当 今年最夯的耶诞礼物之一 就是它PS4 听说在台湾开卖 这个现货400台 竟然被秒杀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它今天来到现场了 我们也请来专家 待会帮我们实际体验一下 赶快先来介绍一下来宾 首位是巴哈姆特的游戏主编 Sam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游戏玩家王震 王震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问一下王震好了 为什么说这个400台现货 可以这么迅速立刻被秒杀 而且开卖前一天已经卖光了 PS4这个平台 经过这么多年来 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玩家粉丝 然后PS4它是 预备了7年 距离上一代主机 所以隔很久了 对 隔很久了 它是新世代主机 那再加上那个价钱 PS3刚刚出来的时候17980 可是PS4出来的时候便宜的5000块 为什么新一代还更便宜 它的话 它可能是想说 以那个低廉的价钱 一家策略嘛 对对对 然后吸引更多玩家过来 果然它这招 真的是非常 玩家反应非常热烈 所以你有去抢吗 那400台 有去抢 可是没有抢到 很残念的就是没有抢到 对啊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王震他刚也说了 他是支撑玩家 他说连他都抢不到 多夯啊 多热门 我们来看一下 2013年Google 十大快速串红的关键字排行榜 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物嘛 这些大家都蛮熟悉的 但是其中第九名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PS4 这非常非常的厉害 除了是在Google的关键字之外 我们另外来看到 在消费电子 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点 它的排行更前面了 来到了第三名 而且还打赢 微软的Xbox One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Sel 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就刚刚看到Google的一些 这个排行榜 第一张 这个微软甚至没有上榜 而在这边的话 也是稍微有落后PS4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其实 老实说这两台新主机 就是新世代主机 其实都很受玩家的期待 但是就是说 因为这两台新主机 当初在一些方针设定上的不同 像微软在Xbox One上面的时候 它就是 它想要做一些革新 它针对软体的这个版权管制 就是说 以前也许我们就是光碟片 买回来在家里就可以玩 那不想玩卖掉或借朋友都可以 那现在Xbox One 微软想把它挂成说 它把光碟放到主机里面 你必须要注册在这台主机上面 还要注册 对 那有点像是 就是我们电脑上的软体 要注册那种感觉 然后你注册完以后呢 这个软体就只能 尤其只能在这台主机上面执行 对 那你如果想要借给朋友 或是说要转卖二手 它都有一些 比较繁复的步骤要去执行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 是 对 那当初微软 宣布这样的措施的时候呢 就是迎来玩家的反弹 听起来 微软这一次好像限制比较多一点了 那PS4的部分 除了刚才说到 我们没有这些限制啊 所以玩家 玩起来无拘无束 在真的 价格的部分 刚刚网正也说了 其实这一次PS4算是 这个经济又实惠 跟微软来比的话差多少 它差了100美金 100美金哦 那其实微软它当然 它还有一些别的考量 就是说像Xbox时代 前一代是Xbox 360 那它会有一个 可能很多玩家都知道 有个体感之后叫Connect 对 那当初的Xbox 360前一代主机呢 它Connect是分开卖的 你想要玩 你再去买就可以了 但是在Xbox One上面呢 微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体感操作 你用手用肢体去操作这个 游戏的这个界面呢 是未来的趋势 是 所以它就把它摄影成说 你一定要一起买 就是它的包装里面 一定含Connect 这个感应器 所以它是包在一起卖的 但是这个感应器 其实它的技术 还算蛮先进的 那所以它的成本蛮高 是 所以那绑在一起卖的时候 就导致它的价格比 对手来的高出100美元 好虽然说在这个排行榜上面 没有出现这个微软 而在第二章才勉强出现在第四名 但还是输了PS4 不过呢 其实这两格啊 主机在今年的耶诞假期 都是卖得非常好的 可以说是不分宣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PS4略胜一筹呢 在价格部分它比较便宜一点 而且这一次它有新功能 到底什么新功能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片段 PS4更在热门脱口秀 吉米鸡帽秀首次公开亮相 让主持人顿时变身 爱玩的大男孩 而Sony更对PS4的销售量 信心满满 表示已经做好准备 迎战耶诞购物计 预计到明年 可以卖出500万台 好 我们刚刚在画面看到的是 扩真实境技术 Sam 这到底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扩真实境这个 可能大家字面上 不太容易了解它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它可以把实境 就是真实的景物 比如说你自己这个人物 就是玩家自己本身 然后透过摄影机 然后融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所以变成说 你就可以跟 就是游戏里面的那些角色互动 比如说你可以去摸它拍它 然后甚至说 你可以丢一个玩具给它玩 它可以把玩具丢回来给你 像这样子的玩法 那这一次就是PlayStation 4里面 它为了要展示这个技术 它就有内建一个软体 叫做The Playroom 对 那就是说 你只要接上那个 PlayStation 4用的摄影机 就可以来体验这样子的玩法 是 所以这一次也是有点疗愈性 而且它这个技术 是不是会用在未来的一个游戏里面 有听说这个说法 因为其实一开始 可能还没有很多游戏 使用到这样的功能 对 但是就是说 它这个展示就是说 呃呃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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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很多玩家還是會想說 它有真三國無雙可以玩 對 那最新一代是真三國無雙7 with 猛將傳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 因為這個無雙這個系列其實已經是很長的一個 很長久的一個系列 它已經出到第七代了 對 那可能大家就是 好嗨喔 聽到音樂就好嗨喔 都已經習慣了就是 可能你就玩那麼久了 然後就是慣性就是說 我一定要 最新一代出了 我要趕快來玩 對 那雖然說 也許裡面的角色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劉備 關羽 張飛 呂布 曹操這些 耳熟能像的三國角色 對 那玩法也是就是說 可能在戰場上面 砍小兵這樣子的玩法 砍小兵 好 王 這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怎麼砍小兵啊 剛剛這個Sam說的 好像真的是蠻厲害的喔 對 你在玩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 覺得說他給你什麼樣特別的感覺 很熱血 很熱血 非常熱血 為什麼很熱血 因為就是說你就是一個角色 你一直就在戰場上面 然後很少 很少千軍的那種倉快的感 感受 所以裡面就是很多小兵 然後你就是大將 對不對 對 你通常都選什麼角色 我通常都是選呂布耶 呂布 為什麼人家選呂布 呂布他在 就是說在遊戲當中 他的設定就是 他是 武功最強的男人 對 然後他的 他現在看到這是什麼東西 王者已經開始殺起來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好複雜喔 那這個是 所謂的十常事之外 就是 如果有熟讀三國演藝的人 大概就知道說 這是 當初就是 十常事就是十個宦官 然後作亂 然後殺者大將軍合進 然後所以現在就是說 一些聯軍要去討伐這些 作亂的幻冠 所以要把這些幻冠殺掉 對 殺掉 所以他供入供殿裡面這樣子 不過這裡面有沒有一些 什麼拿手技咧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什麼 像這個的話就是 他每一個角色 因為像七代的時候 他加入就是可以更換武器的系統 所以當你更換武器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特殊的效果出來 是 比如說你的攻擊增強 或是攻擊的速度變快這樣子 對 所以你說可以看到這個角色 就線上會有不同顏色的光芒 不同顏色的光芒這樣子 對 王芬 你剛剛用是什麼 什麼技法 為什麼這麼厲害 已經殺掉好多個人了 我就是 他的特殊技 特殊技 對 因為他的 李布的拿手武器 然後我可以就是輕易的使出了 他的特殊技 然後來把那個敵方武將怎麼打敗 對 比方說這一招 他把對方的頭抓起來 好厲害 把人家頭抓起來 還摔在地上耶 對啊 哇 好像我現在要去找 這打起來真的還滿開心 滿過癮的 第二個武將 可是他在角色選曲之上 我可以就是 我喜歡當什麼 我就選什麼 我可以啊 其實他現在都已經有幾十個角色可以選 幾十個角色可以選 甚至是說 可能一開始前幾代 大家可能還知道那些 登場的武將是誰 劉備方 張飛這些大家 比較清楚的 但是在 後來像現在已經到第七代 其實有很多就是 可能要真的很熟悉三國歷史的人 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武將也有加入 那現在他還有加入一些 就是甚至連 三國營營跟正史裡面 都沒有描述到的一些 他原創的角色 就是像這一代的話呢 因為這一代是以 鋁布為主角 對 那他描述的就是 鋁布的一個 就是從他的崛起 一直到最後衰敗的過程 那他甚至把 鋁布的女兒都做出來了 女兒都做出來了 哇 可是在這個 用的武器方面 是不是聽說 這次也有這個 嶄新的一個改變 武器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是第七代 其實第六代就加入了 就是說 同一個武將呢 他可以同時裝個兩把武器 也許以前的話 大家可以既定印象就是說 可能像關羽 就是要拿青龍眼月刀 這樣子的關刀 對 那他在第六代的時候呢 他就是為了要增加一些變化性 他就可以讓玩家自己選擇 我這個武將要拿兩把哪一種 要拿哪兩把武器 你可以自由選擇 然後在打鬥的時候呢 你可以動態的去切換 比如說你砍一砍 然後就是換第二把武器 繼續玩下去這樣 是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畫面 真的是非常精彩 而且王正在旁邊 玩得不亦樂乎耶 這個是歌草遊戲對不對 所謂的歌草遊戲 對啊 你在玩的時候 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發洩 發洩 一次可以砍掉 這樣千軍萬馬的人 是啊 好 除了這個遊戲之外 還有其他遊戲嗎 其實他現在第一波推出的遊戲 有滿多款 而且都有中文化 比如說像 就是索尼自己做的 有一款叫Nuck 對 那這個Nuck的遊戲 就是一個 比較適合合家歡樂的 一個滿單純的動作遊戲 對 好 所以在這個 另外提到的一個Nuck遊戲 它又是怎麼樣呢 它是一個英雄嗎 還是一個Hero的角色嗎 它這個 可能大家看到畫面 會覺得 其實是一個很可愛的 像機器人一樣的角色 對 那這個角色是可大可小 就是平常的時候呢 它是小小一隻 但是就是說 如果它吸收了就是 周遭環境的零件以後 就會變得非常的巨大 是 所以我們畫面上看到 這個就是了對不對 對 這個就叫Nuck 這個主角呢 就是遊戲的主角 這遊戲的話 就是有什麼樣的特色 它在玩起來的時候 給人家的感覺又是什麼 剛剛看到那個東西 我們前一個遊戲是爽度十足嗎 那這個的話 玩家玩起來有什麼感覺呢 王震 你有什麼感覺 感覺就是說 它就是拯救世界嘛 拯救世界 對啊 我就是Hero這樣 所以你也想當英雄喔 對啊 滿足你的慾望 對啊 但它在打鬥的情況 跟剛剛那個三國有什麼不一樣 它可以利用它本身的一些特色 就是說 比方說它可以引起 就是它就是可大可小 放大跟縮小 縮小就是引擎版的 對 那放大的話 它的破壞力就是十足這樣 所以破壞力非常夠吧 對 這種遊戲好像真的是喔 千年不敗物 對 這種打鬥型啊 或是這個當領導者的一個遊戲 都還不錯 不過另外一個遊戲好像也是喔 永遠都不會有人取代它 就是所謂的籃球遊戲了 Sam 籃球的部分呢 在這次又有什麼樣新的變化 籃球的話其實走到現在的話 像NBA 大家熟悉的NBA嘛 對 NBA 對 那NBA遊戲其實很多玩家追求的就是 所謂的女真 是 就是說我想要在遊戲裡面看到 長得跟就是實際上我在電視上面看到 全一模一樣的角色 嗯 然後在球場上面的這個一舉一動 投籃啊灌籃什麼的動作都要看起來就像是在電視轉播一樣 是 對 那現在的確 其實 常有 常在接觸電玩的玩家可能沒那麼 感受沒那麼深 那你找一個不玩電玩的人 讓他去看現代的籃球遊戲 他會覺得說 你是在看電視轉播嗎 差很多了 對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疲倦 所以現在已經很像是真正的比賽